拿起小刀划开肚皮 下一秒伤口便自动愈合 熊孩子在沙滩玩耍 不一会儿就变成大人模样 在这片沙滩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故事开头 大山一家四口去海边度假 接待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 酒店的设施也十分的精美 儿子小山很快就交到了新朋友小德 而他的叔叔正是接待他们的酒店经理 第二天一早 好心的经理就向他们推荐了一个VIP景点 他告诉四人一共只有12个名额 并且已经有两人先行前往 一个是正准备罗勇的金发妹 另一个则是戴着墓镜的黑人小哥 老麦一家坐上小巴 同行的还有医生一家四口 司机很快就带他们穿过一片秘密森林 在附近停下车 前面已经没有路 众人只能步行前往 他们穿过一线峡谷 一块室外桃源就映入野莲 阳光 沙滩 大海 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 孩子们在嬉戏打闹 大人们在沐浴阳光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危险已经悄悄降临 只当小山在海里捉迷藏时 身后有什么东西飘了过来 他转头一看 吓得就往前扑 这赫然是一具裸尸 等到大人们翻过来一看 竟然是仙道的金发妹 这时一旁默不作声的黑人小哥也走了过来 最仙道的他理所当然成为众人的怀疑对象 大山看情况不对 掏出手机就要报警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而这时最后一对夫妻 黄哥和黑妹也来到了沙滩 一看死了人 黄哥当即决定回去求助 可当他走进峡谷 下一秒就失去意识回到了沙滩 而这时医生的母亲也离奇的死亡 更加诡异的是 刚还在沙滩玩耍的熊孩子 转眼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黑人小哥一看慌了 掉头就往峡谷跑 医生也追了上去 不出意外 俩人也神奇的回到了沙滩 惊慌的众人决定开会商量对策 这不聊不知道 原来在场的每个家庭都有人得病 黑妹说自己得了癫痫 医生老婆子表示自己严重缺钙 而医生也因为工作压力出现了精神问题 正当大美告诉大家自己有颗小肿瘤 话音未落人就倒了下去 没有办法的大膳只能让医生立马手术 拿起小刀划开肚皮 下一秒伤口竟然自动愈合 再次尝试切开伤疤 众人合力撑开伤口 终于把哈密瓜大小的肿瘤取了出来 伤口也再次神奇的愈合 而另一边 黑人小哥又有了新发现 他赶紧叫来众人 原来刚搬上了三个小时的尸体 已经完全腐烂 而正常情况下 这个过程最少也要六年时间 众人这才惊觉 这片沙滩的时间流速不一样 这里一个小时相当于外界两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 已经发育长大的小山和医生女儿凯拉出场了经过 等大人们发现时 凯拉的肚子已经五个月那么大了 可孩子生下来没几秒就因为来不及喂养不幸要者 这时的医生也已经彻底精神崩溃 转头就拿到捅死了黑人小哥 黄哥一看这不是办法 决定走水路逃出去 可没过多久 她的尸体就被浪打了回来 黑妹也因为受了刺激 很快癫痫发作而亡 而另一边绝望的凯拉正在徒手攀岩 试图逃出这片死亡沙滩 可就在她快成功登顶时 神秘的死亡力量再次降临 来到傍晚 小妹发现了前人留下的笔记 上面详细记录了之前所有人的姓名和住址 小山也发现对面的山顶 有一台摄影机正在录像 这一切似乎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而随着医生老婆的缺盖而亡 医生也因为破上风隐恨西北 现在整个沙滩只剩下大山一家人 四人相依而坐 享受到最后的时光 没过多久 大山夫妇就倒在了生命的尽头 这片沙滩有着时光加速的魔力 昨天还是熊孩子的姐弟 转眼就变成了中年人 但他们醒来第一件事却是去玩沙子 正当两人玩得不亦乐乎时 小山突然想起小德给他的谜题还没有解开 等他找到信才发现上面竟然写着 小德的叔叔正是那个窜夺他们来这的经理 意识到什么的两人当即决定朝珊瑚交游去 可游到一半 小美就被珊瑚卡住了衣服 情况万分危急 画面一转来到对面山顶 当时送他们过来的司机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海面 看到他们一分半了还没有浮上来 便向上司报告 这批试验人员已经全部计计 说完便收拾装备回到了酒店 原来这里表面是个度假村 实则却是个制药公司的试验基地 而那个经理就是基地的负责人 他们利用来这度假的病人测试新药 而那片奇特的沙滩也被他们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 可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这时一个福布勒收到了某人的举报 正根据线索在何时失踪人口 小山姐弟俩也平安归来见到了好朋友小德 原来他俩掰断了珊瑚 成功逃了出来 我提一杯哦 恶魔沙滩催人老 人心更比恶魔搞 时间不知哪去了 一请各家别乱跑 我是爆牙 喜欢的关个注 谢谢